大家好,我是以忠 台股自今年以來反彈逾1500點 低基期的電子股反彈的力道最為兇猛 股價是反映未來 那產業的基本面已經落底了嗎? 這集會一一帶出指標產業的後市看法 進入這週的DJ有事嗎? 首先來關心美股 前些時間,Fed利率決策會議之後 市場沉浸在Fed主席鮑爾對於通膨放緩的談話內容 認為立場是偏割的訊號 不過近日,鮑爾在異常的訪問當中 又提到勞動力市場異常的強勁 可能需要進一步升息 再度交習市場的熱情 群益期貨分析師高子序表示 可以觀察到目前的薪芝年增率仍然居高不下 非農數據也異常的火熱 服務類通膨數據沒有明顯的下降 而若Fed所在意的新資年增率 到了第二季底,年增率還是在4%以上的話 可能會讓明目通膨的下降速度不如市場所期待 這也會讓市場修正利率的預測 提高利率達到5.1%的可能性 下週最重要的就是將公布美國1月的CPI數據 那市場預估CPI將達到6.2% 叫上個月下滑0.3個百分點 核心CPI預估年增5.5% 叫上個月下滑0.2個百分點 高子序表示 近期低基期的科技股搭配 Chad GPT的題材漲勢猛 但是隨著Google推出聊天機器人BAR的硬戰 但是卻不如市場預期 短期可能交習科技股的熱情 再觀察到上半個月 除了CPI數據公布之外 沒有其他能夠吃雞市場持續上漲的動能 整體而言科技股可能會漲多之後進入震盪整理 大盤也會拉回連線的位置進行整理 高子序進一步的觀察 市場的資金總量其實持續的在下滑 等待3月升息之後 槓桿基金可能會出現解槓桿的賣壓 屆時每股表現會有一定的壓力 回到台股 最近台股在反彈的格局當中 許多族群都有表現 我們團隊從XQ熱門族群當中 挑選出自動化相關的1590亞德克KY 2049的上癮 以及1597的值得 主線記者認為 氣動原線長亞德克KY 是中國解封的受惠股 第二季即將步入傳統旺季 公司看好之前中國封控的環境之下 低延的訂單需求 會在這波自動化產業景氣上升的週期發酵 並讓週期比過往平均要拉得更長 今年看雙位數成長 若是景氣開始回溫 會最快反映在氣動原件的營運表現上 相對的 做線軌的上癮以及值得 會落後幾個季度 因此以上癮來看 今年全人僅抓持平表現 不過市場預期 上半年已經算是落底 下半年有機會迎來逐步回升 熱門族群還有挑出半導體相關的驅動IC以及IP服務 IP服務方面 我們最新一集的產業大小事 R1以及慶祥有詳細說明 今年IP服務主行的機會 還沒有聽的要記得去聽 那這邊就不多做介紹 驅動IC方面 主線記者認為 近期聯勇法說會過後 幾乎已經定掉 驅動IC的事況有最壞已過的氛圍 由於第一波修正的就是電視 幾乎在前年的第三季就開始調整 然後到了去年第四季開始小量的回補 因此是最快落底的產品應用 另外在3月起 已經可以看到NB、IT產品有極單回補需求 特別是高階電競的機種 熱門族群也挑出了近幾個交易日 不約而同剛突破200日均線的面板族群 主線記者觀察 儘管終端的消費還是乏力 但是經過連續幾個季度的庫存調整 現在許多應用的庫存都已經慢慢回到健康水位 就跟前面驅動IC提到的一樣 電視已經有回溫的跡象 順利的話 資訊產品也就是PC相關 下半年有機會至少回復到正常的季節性需求 迎來旺季 那包括友達、群創 預期今年的虧損情況有機會叫去年收斂 再幫大家整理下週大事 2449的封測廠金元店會出席活動 市場預期 手機、PC等消費性的晶片 佔晶元店的營收大約4成 預期消費性晶片的庫存有機會在第二季 逐步完成去化 訂單有機會回溶 預期晶元店的第二季營收有望回升 今年看足跡的溫和成長 下週Northflash的望紅、華邦店都要舉行法術會 預期上半年試況在底部 不至於再更壞 庫存水位目前雖然還在高檔 但是在客戶嚴格調整庫存之下 加上去年第四季也都開始減產 因此庫存情況已經有逐步改善 下週8081的類比IC廠自新要舉行法術會 由於NB、TV相關的應用佔比比較高 目前持續的去化庫存 但是NB有機會在第二季有回補的需求 NCU族群、6202的盛群 以及4919的新唐要舉行法術會 NCU整體來看還是在去化庫存階段 不過新唐的32位元 比較多是應用在車用以及工業應用 加上BNC有Intel的伺服器新平台的加持 是NCU族群當中基本面比較好的廠商 烘焙設備大廠1264的德賣也會出席公開活動 中國市場佔營收三成多 今年受惠中國解封效益將有明顯的成長 全年營收有機會挑戰新高 下週1503的市電、6592的核潤 以及企鵝行會舉行衝霸的成立記者會 衝霸是三方合資的公司 將搶供電動車的充電商機 下週也有很多家的新股上市櫃前的公開活動 6869的雲豹將舉行上市前法術會 這家公司主要業務包括太陽能電廠、售電、 離岸風電、儲能、綠電交易等等 6840的東延信鈔也即將上櫃 是檢測驗證服務廠 同業是6146的更新 東延信鈔聚焦在強制性檢測驗證服務 三大NB廠、中國主要的智慧型手機廠都是客戶 今年在5GNR以及WiFi6、WiFi61的產品市場滲透率逐步的提升之下 看好今年業績足跡走強 有機會再挑戰歷史新高 最後是層級一段時間的鋼鐵族群 中鋼下週將開出3月以及第二季的盤價 由於中國解封之後市場對於需求回溫抱持期待 再加上上下游的庫存區畫也告一段落 以及美元走跌等等的因素 中鋼對於鋼式的看法相當的正向 預期3月盤價會續開漲盤 那第二季的盤價小漲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鋼鐵族群第一季有機會大部分轉虧為盈 今年全年的營運表現也會比去年更好 以上是本週的整理 希望對大家的投資有幫助 那有任何的問題歡迎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就下週見囉 掰掰